我们现在这个一年的拐卖儿童的四例 现在全国现在都不到三位数了 都没有一百例了 一个链条 我把它呢就归成就是五块吧 第一块呢就是偷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要翻运 要把它运出去 第三个呢就是中介 要有介绍人 没介绍人他卖给谁 第四个呢就是买家 然后呢就是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呢 就是合法化 然后在整个的一个五个链条当中 假如说我们这些民众都不去参与 那可能呢这个拐卖 他就不会一直那么猖狂 甚至于杜绝 会有那么一天的 我真觉得其实这几年 你不觉得变化跟我们当年 09年见面的时候已经天壤之别 你的感受最深刻的 网络上经常有一些谣言 就是说每年中国有20万儿童失踪 说这个数据是捏造的 那我们公安部呢是从2016年的5月15日 建立的这个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 紧急发布平台 我们给他起了一个特别温馨的名字 叫做团圆系统 至今为止呢就是说这个拐卖犯罪呢 尤其是盗抢儿童的犯罪已经大大的下降了 然后每年的发案率是不足白起 去年的发案率还不足20起 我们一直也是在呼吁这些被拐儿童的家长 我们希望的是你们过好自己的生活 然后把整个一个家就是经营好 等着你们失踪的孩子的归来 我们下期见